因应暑假的到来 高雄寿山动物园每周六日 延长开园到六点半休园 全台12岁以下的小朋友 还可以免费入园 民众们可以亲手DIY 用色纸折出大猩猩 也能报名参加生态学习营 跟动物们近距离接触 要是玩累了 在园区里头 还有独特的铁龙咖啡厅 可以品尝可爱的特色美食 而今年的咖啡厅 更跟知名插画IP联名 让民众可以跟可爱的动物插画 拍照打卡 拿起牙刷在巨大象龟壳上刷啊刷 小朋友一边当起洗澡动物园 一边观察象龟的一举一动 目不转睛 一边刷一边园区指导员细心 传授刷壳PIPO 难得跟这么大的象龟近距离接触 就算天气热乎乎 孩子们依旧乐翻天体验户外活动 另一边小朋友拿草喂食山羊梅花鹿 看着动物们吃得津津有味 好有成就感 很好玩啊 它们很亲切 然后可以摸它们的头 然后梅花鹿的头的毛发比较蓬松 阴影暑假到来 高雄寿山动物园 推出全台12岁以下小朋友 可以免费入园 每周六日延长开园到六点半修园 民众来到这里可以亲手DIY 用色纸折动物 这个月28号也将举办纸上动物园特展 展出哲学家UNCLE 指揮大师洪欣复的指揮作品 不同表现动物的一个形式 用一些很继合的方式 去弄它的那个动物的特征出来 另外想要深度体验 也能报名生态学习营 有一日主题营队 也有两天一夜的宿营 突破动物园营业时间 跟动物们进一步接触 最主要是我们把生态的游戏 融入到整个活动当中 除了有趣的互动体验 园区内还有一大亮点 就是用大猩猩铁龙改造的光式咖啡 这次吸手知名插花IP 我不是胖虎 推出系列餐点以及周边商品 要让大人小孩来到动物园 不只玩得开心 也要吃得尽兴 记者吴宗轩王城隆高雄报导